今天這個新北市新店 做一個發生的趁機案 實際上是一個 陣口咖啡頭的目益上 蓋給一個三十四歲 繩紅的相關 面前跟住四千失望 然後這個相關是變中變兩次 連五點半前來就來出境 遭到中國的下門 說這個繩紅的相關是高雄人 多好用啊 有我們行的政科 還有賣賣的負責 住不固定的地方 有可能就是這種幽靈人口的身份 去讓幽神任輸 來給他吸收 搶去台南 根據就驚豐江的消息 這個閒犯遭到中國 無情你會問的風景理貫理 中國是不是依照著兩方 協定把這個閒犯牽上回臺灣 中國國台辦的發言人說 四驚的那個學生 有具體的消息會隨時來發佈 請紅人殺三個閒犯反而後 就趕緊去開現場 這台認識的交車 也是以往價錢走來的 如果是這樣 在早前的過程 他說還要過兩百三口 很多次在這次重點 在台北五點半前來就走到中國 這個案子絕對是預謀性 計畫性的一個犯案 那後面有沒有藏進人 這個看起來是應該有共犯 經紀了解 新店請假案34歲 紅的閒犯讓人叫作用啊 事故鄉人有毒品 穿袍帶去很多政科 也在十七歲的時候 去逃避了 先來之後 還涉嫌毒品 到他就像對方五十九萬的現金 讓他來做協定案的重點人口 只有因為他把貨客 嫁在區公所 這裡有人利用 他優良人口的身份 叫一台人協助他逃到中國 現在兩岸的關係到達冰點 對岸他願不願意跟你配合 甚至於他知道說你這個人犯了案跑到我這裡來 也許被中國馬上給拘捕了或者逮捕了 但是他不一定要把你遣送回來啊 至於大陸會不會用這個為籌碼 然後他會不會借這些事情來移入不回或是延緩 來看統計資料 兩岸上一次合作 釣通一番已經是9年 中共釣四的人 不過自一百零五年到達 所需算每年減少 一次青手現行是青過台人 現實叫做到電池兩岸 打擊合作犯罪基劑 不過中國國台版到達 以往有台信息無回應 尚未要青手 這樣不可以順利競犯回臺灣 競爭嘛